içer 就是說那個公式喔 在太長了 貼貼貼上從哪裡 從這邊一直到到那裡 到這邊這麼長一串 那當然好 如果將來你遇到像這樣 這麼長的公式喔 可能有同學會說 老師那如果說我想要把 就是右邊的那個程式 如果希望折行的話 好你不能說 比如說你這邊想 你說啊 我想要從這邊enter 把它換行 你會發現會發生錯誤 也就是你不能隨便換行 特別注意 它程式就是一定是串在一起的 如果你把它換行 它就會找不到後面的東西了 那如果你一定要換行的話 我教各位一個技巧 如果以後你要換行 你可以找那個什麼 找我們不是有I的地方 我習慣是在I的後面的 這個空白符號 如果假設我們找這個好了 比如說這個I的有沒有 它有兩個M的符號 那我習慣 當然你放前面方向都可以啦 那個M的符號後面的那個空白 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你在空白的右邊 加一個underline底線 加底線的話 就可以讓上面的一行 跟下面的一行 成為同一行 也就是說 特別注意 多什麼 多這個東西 底線喔 那就可以讓上一行跟下一行 是成為同一行 但是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通常會放在哪裡 放在空白的右邊喔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你不是說underline隨便放喔 它還有放的位置 通常是放在那個什麼 and的右邊這個空白的底線 所以如果假設這邊又要換行 你可以找到end嘛 這邊有end end的右邊這個 這個空白的右邊 加一個底線 再enter 這樣就可以了有沒有 這樣它就不會 那這個有沒有 這個右邊再加上一個底線 再enter 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知道說 喔原來你這幾行 它就是 是同一行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underline OK喔 所以這個如果假設 以後那個公式特別 這種長的話 或者程式很長一串 你希望讓它折行 但是 又不會發生錯誤的話 就順便講一下喔 那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喔 我們要把它變成那個 VBA的寫法 特別注意喔 這個有點像是我們前面上個禮拜講的那一個 什麼A跟B有沒有 所以喔 其實上個禮拜的那個 你還記得吧 我們是把什麼 把裡面的那個fine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instr那個函數 那所以喔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用VBA寫的話 那該怎麼寫 第一個 我們一樣怎麼樣 拿這個sub來修改好了 所以我拿它 用複字貼過來 或者用拖拉加感受鍵 第二步的話呢 那我就把這個底線公式拿掉 名稱不能一樣 那第三步的話呢 就把這個後面的公式拿掉了 習慣是先把它加 有點 其實有點像把它改成清除啦 所以你改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該怎麼做 那其實 還記得那個上禮拜那個 我們也是有個A嘛 A是前刮斧 B是後刮斧 那可是問題喔 這一題有點類似 只是說那個A就不是前刮斧 是可能是0 可能是里 可能是區 然後刮斧的話就是 路接到 有沒有 就跟剛剛那個邏輯一樣 那只是說我要如何把那個剛剛的邏輯 有沒有 上面這一串 上面這個公式邏輯 變成VBA的邏輯 如果你兩邊可以互通的話 你以後就知道怎麼改了 那改的方法 第一個啦 A1好假設 A1的話什麼 A就是我們有點像是之前打個VBA好了 電 我們一次有一次用Find 這邊我們用E3這個錢刮斧 我講過它那個 它是先找錢刮斧 再去哪邊找 E3剛好顛倒 有沒有 先去哪邊找 去哪個儲存格 所以是去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 應該是這個儲存格裡面找 所以這個儲存格的話是什麼 Sales的哪一列呢 DI列 所以Sales的DI列的哪一欄呢 DG欄 OK 逗點 找什麼呢 當然有可能找零里 零里 所以先找零 所以先找零 OK 然後呢 找到的話 可是問題啊 有可能什麼 後面後瓜 我亂加 那有可能A裡面沒有零怎麼辦 所以你就變成 你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如果假如說 所以一負 還記得吧 上禮拜我們講一負 一負什麼 一負 這個 先去找找看 如果什麼 找一下 這個動作是去 去到裡面找 我看看有沒有零 如果零假設不存在的話 那就不等於 應該是等於零是沒有啦 沒有零的話 那我們是要找到 所以不等於零 不等於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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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找到零的話 然後 所以打開個這樣 然後 他的規則是這樣的 這個是邏輯 然後中間是他的 前面是如果 這個邏輯 如果為初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是去把 找到的零的位置 放在A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假如沒有的話 反思 那當然好 我們如果是反思的話 是Ls 可是問題 我們好像不只兩個 因為還有理 還有那個什麼 還有區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有兩個以上的話 那你第二個邏輯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這樣寫 你可以把上面的這一個 這一段成 這兩行 複製一下 再貼到底下來 貼的位置 剛好貼到這一行 貼上 然後呢 你只需要在 這個一幅前面 特別注意喔 因為一個 完整的邏輯敘述裡面 不能有兩個一幅 所以如果你第二個一幅的話 請你在前面加個什麼 加個 Ls 叫L一幅就可以 Ls一幅 然後就在底下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D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找不到 那個零的話 你就是在 再來就找理 OK好 那一樣的道理喔 如果再來呢 如果找到理的話 那就把理抓出來 OK 那如果 這個沒有 這個也沒有 那再來的話 第三個 所以再把 AOIF 這個這兩行 複製之後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區 如果呢 找到區的話 那就把區的那個位置 幫我記錄在 A裡面了 記得喔 那個邏輯最後 一定要打一個 ENDF 如果你有頭的話 那你一定要個尾 就有點像有SUB 一定會有一個什麼 ENDSUB 有FALL的話 一定要有NEST 這個規則 這個規則的話 一定要記得 因為如果 常常發現錯誤是有頭沒尾 那就錯掉了 OK 你只要有頭有尾 那絕對不會錯 好 那我們 已經把什麼 把A給做完了 那B怎麼辦 其實剛剛我們B B的部分 上面是複製貼嘛 來改嘛 這裡其實也是一樣 怎麼說 其實可以把這邊 一幅到N的一幅 Ctrl C 然後放哪裡呢 這邊貼上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A全部改成什麼 改成B 然後呢 把這邊改成什麼 第一個改入嘛 有沒有 那第二個改什麼 改切嘛 那第三個改什麼 改到嘛 好 這樣子 就有A了嘛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邏輯是 第一個先幫我找一下有沒有0 如果有0的話 不等於0意思是有 那就把0的位置找到記錄在A 那如果沒有 那就往下找 再找找看有沒有0 就把0記下來 沒有 那就去找0 OK 所以其實理論上就這三個 那台灣道理 有0的話 就把0的位置記在B 沒有的話就接 沒有就到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以後 如果你在處理這種複雜的邏輯 你可以參考這個寫法 那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說還有第四個怎麼辦 沒關係啊 反正 下面都是AO以V就對了 反正你要幾個就幾個 一直AO以V 一直AO以V 如果除此之外的話 除了這個之外 你還可以多打一個 除此之外就Ls 就是說如果 假設除了上面之外 那你就是Ls 不過這邊我們 好像Ls不知道打什麼 那就沒有Ls好了 就是這個就除此之外 OK 你就把除此之外的寫在這裡 因為這邊我們沒有除此之外 所以就不加了 OK 好 那最後的話做什麼 再來就是把要切割的東西放F欄 放什麼東西呢 就是放MID 當然你可以打VBA.MID VBA不打沒關係 打MID就可以 錢瓜糊 然後String的話就是 你要切割的字在哪裡 切割的字就是這個 G欄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就把這個G欄裡面的資料 就這個放在這邊 然後從哪個字開始 從哪個字開始 從錢瓜糊 錢瓜糊 不是錢瓜糊 前面那個 零里區的其中一個 那就A1 加1 對不對 豆點 幾個字 應該是B 減掉A B 之路接到 然後零里區 那要不要再減1呢 好像不用 因為沒有少 因為前瓜糊是前瓜糊的位置 那後瓜糊也有一個多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我印象中不用簡易 我們試試看好了 後瓜糊 好 這樣子的話就大功告成了 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讓它跑跑看 所以我把它清除掉 這個清除 可以清除 那再來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學一招 就是偵錯裡面可以按F8 什麼叫F8 就讓它程式慢慢跑 慢慢跑意思說 它跑一次 你必須按一下 它才會換下一行 那你可以在跑的過程當中 游標可以放在上面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裡面放什麼資料 比如說這個裡面 3127 有沒有 剛剛講的 然後就 那I剛開始是2 有沒有 所以 幫我找到看 這個裡面的話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他就會跳過去 那有沒有 應該有 所以他會跳到 有沒有 這個儲存格 這個是G2 然後有沒有 有沒有 有的話 那就幫我找 那你會發現 A裡面就放什麼 9 意思就是說 從這邊算過來 那個 這個字是放在第9個位 第9 這個 然後再來下一個 所以下一個的話 就是再找有沒有入接 有沒有入 這個是應該接 所以他應該沒有入 所以有接 接的話是在第幾個字 第... 有標放在這裡 12個字 所以12-9 剛好就3 應該沒錯 所以我們來看 然後幫我切割到 這個是F欄 所以F欄 幫我切割完 放過來是萬寧接 OK 那就對了 有沒有 萬寧接就看到了 那意思是可以推的 如果說你假設 按F8跑了幾個 之後發現 應該也沒錯了 比如說這個切割 中校都沒錯 那再來你就不要一直按F8了 你就直接讓他全部跑完 就按這個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先驗證一下程式 因為說真的 你程式要一次就寫對 的機率真的還... 尤其初學者不太容易 所以你要找到錯誤的話 有個方法就是按F8 慢慢按一下 慢慢看一下 每個變數裡面到底放什麼資料 OK 所以特別說 F8的時候才會出現什麼 才會出現那個... 這個叫中斷點 OK 如果你要讓他全部跑完 就是按這個 如果你要讓他停止的話 就按這個 OK 所以這邊把它停掉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完成這個路接到的這個... 所以把這個指向... 這個剛剛寫的SUB 讓我們把它清掉 你可以看到輸出的話 這裡面放的就只有三個字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剛剛的那個... 路接到公式的話 它裡面就放這麼多 實在太複雜了 而且還有太佔空間了 有沒有發現 我問還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 我清除的話就清除這兩個 然後E欄跟F欄一起清 然後輸出的話 如果E欄跟F欄一起輸出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待會再看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看一下 就是寫完大概就長這樣 OK 我是建議將來如果實在... 可以的話 最好是從頭到尾自己打過 如果不行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我印象中應該雲端上面 應該有一樣的東西 寫在這裡 有沒有一模一樣 我想應該... 因為我的邏輯都一樣 所以我寫出來程式也都會一模一樣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前面這個VVA 所以這個點啊 有些地方沒打 有些地方有打 那都可以啦 OK 後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這個是多重邏輯判斷 蠻重要的 因為未來你工作裡面 如果你不希望 你用土法煉鋼的方式 做邏輯判斷的話 那你就有必要 把這個... 你要做什麼樣的判斷的結果 再敘述寫成程式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呢 程式就會自己幫你代勞 你就把那個規則寫出來 他就按照你的規則 然後把最後你要的結果 放在你指定的位置裡面去啦 OK,試試看 那這個已經有一定的難度了 但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 像這樣的架構的程式 到處都看不到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電腦 這個最大的優勢就是 重複做 回圈 所以外面我們會包一個回圈 第二個就是幫你做判斷 所以裡面就做多重判斷 OK 那這樣的寫法 以後還會不斷出現 所以請各位盡可能的把它熟練吧 如果你這些都可以很熟練的把它寫出來 那以後呢 你就可以把你看到的東西 馬上寫成對應的程式啦 那那件事情就完成了 以後你就不用土法鳴鋼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